男人从肮脏的废水池中苏醒过来 周围是数百具吃剩的人类残骸 随便一捞就是一副断手 这时女伴示意男人将灯光熄灭 他们头顶上正走来一个侦察的变异人 两人急忙将身体进入污水中 防止他嗅到人类的肉香 等到变异人走后 男人先行上岸 正当试图拿起女伴的手时 远处传来了野兽般的吼声 男人小心地向四周观望 没想到那只变异人是在守株待兔 一脚就将男人重重地踢到墙上 女人喂救同伴 想趁其不被从底部进攻 可被他轻松躲过 悄悄地扶在他身后的柱子上 一跃而下 将女人重重地压在底下 在即将就要结果女人时 恢复意识的男人 冲过来一把就抱住变异人 与其缠斗起来 但二者的力量实在太过悬殊 男人再一次被踹飞了出去 这时另一位同伴也姗姗来迟 一刀砍中了变异人的脑袋 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依然甩飞了这个男人 对着几人发出嘶哑般的怒吼 女人瞅准时机 一刀划开了他的肚子 几番车轮站下来 变异人终于还是疲软了下来 在男人的穿心长矛之下 几人将他捅成了马蜂窝 这一幕被不远处的变异人首领目睹 他怒视众人 用手中的长矛 不停地敲打墙壁 仿佛在向几人发出挑战 众人深感不妙 拿上地上的武器就开始逃跑 其他的变异人健壮 先分拾了地上厌弃的同伴 逃跑的过程中 又一名船员从休眠中苏醒过来 却不幸成为变异人群落的附中物 男人对此则无能为力 明明几个小时前 他也从休眠舱中苏醒过来 现在却要面对这帮成群结队的识人组 几人都是这艘名叫吉乐号飞船上的工作人员 在2174年地球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 6万名男女被派遣出去殖民其他星球 而飞行小队则轮换休眠 进行飞船的日常运行与维护 不过长期休眠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短暂的失忆 幻想记忆错乱 这些都是生眠失忆症的病征 曾经就因此发生过太空旅行史上 最惨绝人寰的灾难 一位发病的船员 一个按钮就把5000多人发射至无边的太空 等待他们的只有孤独与死亡 不知过了多久 在吉乐号上 一个男人挣扎着从生眠中苏醒过来 他从降下的休眠舱中 才得知自己是鲍尔夏时 佩顿中威也被震醒了过来 从一脸疑问的反应来看 两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失忆症 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恢复 两人稍作休整 因为飞船的宫电系统故障 只能手摇发电启动了眼前的控制台 可无论他们怎么像整艘飞船呼唤 都无一人回应 这时上方的通风口传来了一响 发现那里曾被人打开过 为了让二人得以脱困 鲍尔决定独自一人挤进这狭小的通风管道 他也逐渐意识到只有重启飞船的反应堆 才能完全恢复宫电 在爬行了不知多久后 鲍尔一个不小心跌到了一处景底 借着灯光 看到了一旁早已变为干尸的副指挥官 想必这人也与自己一样卡在了这个地方 为了不落地与干尸一个下场 鲍尔用力拽开锁扣 掉落到一个未知的储物间中 还没来得及观察周围 黑暗中一个女人飞快地冲向他 鲍尔来不及反应 被女人用刀架住了脖子 紧急时刻一阵远处传来的呼吸声 打断了女人的动作 他瞬间消失不见 鲍尔意识到不妙 只好急忙躲回刚才的储物间 看着外面这群人形怪物 鲍尔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躲在隔间中 呼吸止不住地急促起来 生怕被外面的怪物发现自己 那个怪物皮肤苍白面容可怖 手持长矛似乎在寻找什么 可恰好此时 通讯设备突然传来佩顿的声音 他急切地询问鲍尔的情况 但无意中却将鲍尔 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怪物纹身而来 手持长矛向隔间里面突刺 幸好先前那具干尸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这才让鲍尔侥幸逃过一劫 转头就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将刚才可怕的景象 告知给了佩顿中尉 这时佩顿也回忆起来 他们的任务是 护送全船六万人前往新的星球 而鲍尔也意识到 陪同自己的妻子很可能会遭遇危险 为了赶紧回到妻子身边 鲍尔得抓紧时间去重启反应堆 他在保安室找到了一把手带式防爆枪 根据佩顿提供的路线 鲍尔独自一人在漆黑的通道中探索 时刻得提防着那群赤人的怪物 随着他爬到上一层 在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被盗吊着的弩阁 似乎被荡成诱饵 引诱人类前来解救上钩 鲍尔顾不得是不是真陷阱 连忙上前帮他剪断了绳索 从男人口中得知汽油可以掩盖气味 但还没来得及了解更多情况 远处又传来了怪物的嘶吼声 他们只能慌乱躲进一个隐蔽的角落 不料这群怪物竟然用绳索把弩哥拽了出去 掉在了空中 怪物们将其团团围住 鲍尔眼看着他被无情啃食 鲍尔想用武器攻击面前的怪物 可一点效果也没有 而鲍尔也不幸被怪物的首领注意到 怪物动作非常迅速 仿佛野兽追逐猎物一般 鲍尔在逃跑途中不幸跌入了怪物们设下的陷阱 他被倒挂在甲板上 那群怪物们发疯似的想要拉鲍尔上来 就在这束手无策之时 一个神秘人快准狠地切断了他腿部的绳子 一把将他拉进了一个舱室 并迅速锁上了门 根据手臂上的编号显示 这个越南人属于农业部 虽然暂时躲过了怪物的攻击 但鲍尔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通过简单的手语沟通 越南人表示知道怎么找到反应堆 但途中之前的那个女人再次出现 一声不吭地又与鲍尔牛打在一起 越南人出手制止 鲍尔对空凝枪叫停了他们 这样的绝境可不是内斗的时候 他们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团结 靠众人的力量才有可能逃出生天 女人只好领他们到了自己的基地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如此亮堂的地方 这是女人的生物培育室 她本是基因研究所的成员之一 为延续地球物种完整性 自愿登上这艘母舰 守护飞船上这些覆盖地球上 绝大多数物种的DNA 这一发现让两人不得不感到震惊 女人见他们许久未进食 就送他们几个活蚂蚱来补充蛋白质 另一边佩顿也遇到了麻烦 他在通风口中救出了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自称盖洛夏世 佩顿试图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加伦却滔滔不绝地说起深空失忆症 先是手不听使唤 然后变得暴躁多疑 甚至发疯 这与现在的佩顿状态异常相似 鲍尔这边也遇到了新的幸存者 一位老者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得知地球毁灭的消息后 曾在极乐号领航的三人精神逐渐崩溃 深空失忆症也越发严重 失去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后 他们开始进入猜疑链 三个人化身为黑暗森林的猎人 相互残杀 最终存活下来的人自封为飞船上的国王 唤醒了部分沉睡中的人 迫使他们自相残杀 相互为食 国王觉得这些活动变得乏味后 又回到了睡眠舱中 而这些被唤醒的人渐渐发生了变异 成为了现在横行飞船的痴人怪物 可这时三人逐渐进入了昏迷状态 原来老者醉翁之意不在酒 早就盯上了他们的身子了 在食物里下了迷药 鲍尔为了幸存下来 向他全盘透露出了飞船即将坠落的消息 如果不在一个小时内重启反应堆 他也无法享用自己 老者只好放了几人 一同前往反应堆 在佩顿的指引下 几人终于来到了飞船深处 看着头顶空空如也的休眠舱 鲍尔终于意识到自己妻子根本没有陪同 他本就是在妻子离自己而去后 才心灰意冷地进入极乐号的 现在鲍尔只要通过这个窄桥 就能达到反应堆 但铁桥之下还有着无数沉睡中的怪物 鲍尔小心翼翼地走上铁桥 可在铁桥年久失修的情况下 鲍尔还是掉了下去 为了不隐的怪物注意 披上裹满机油的衣物 一步一步地从怪物身边爬过 可对有的失误 终于还是惊动了沉睡中的怪物 好在鲍尔及时赶到反应堆面前 重启了系统 飞船才得以重新运转起来 几人也在逃跑中走散 越南人单挑怪物手里 虽然一番打斗后 越南人侥幸取胜 可面前这个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小怪物 一刀就将他给抹了脖子 另一边控制室中的佩顿与盖洛缠斗在一起 不知究竟是谁的失忆症开始发作 直到老者亮亮呛呛地逃到控制室中 才看见现场只有佩顿一个人 他一声不吭地干掉老者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概落 那只是他分裂出的一个邪恶人格 一个年轻时候的自己 也就是老者口中的国王 随着佩顿的记忆完全苏醒 他也意识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重塑一个完全无约束的王国 匆匆赶来的鲍尔也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看着窗外的海洋生物 原来他们早已在800年前就坠落到目的地星球上 女人与佩顿打坐一团 而此刻的鲍尔也失忆正发作 对着船舱的线路打出一枪 导致玻璃震碎 大量的海水喷涌而出 鲍尔带着女人躲进了休眠舱中 而佩顿还是守在自己的驾驶座上 不愿舍弃自己的国王之位 随着休眠舱系统自动弹射 二人侥幸地来到海面上 呼吸着新鲜空气 此刻海底源源不断地射出休眠舱 更多的幸存者来到这位置的星球 这仅剩的1213个人类 将在这颗星球上开启属于人类的又一个星际元